两家电信公司星河与第一通分别在今年4月和5月发生光纤宽带网络服务中断的事故 分别被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罚款21万和40万元 自媒局在文告中表示 星河网络服务在4月15号出现中断 导致多达25万名用户受影响近5个小时 调查显示 一名员工在公司进行网络迁移时犯错才造成了服务中断 第一通的光纤服务则是分别在5月12号和13号发生中断 首起事故持续超过23个小时 影响大约18000名用户 第二起则中断近6个小时 使2万名用户受影响 调查发现 其中一起事故是因为员工和承包商没有遵循程序 以致网络系统中的数据库损坏 而第二起事故则是因为软件故障引起 当局认为只有第一起事故触犯了电信服务可靠性条例规定 第二起软件故障导致的事故因为没有办法合理预见 所以只针对第一起事故予以处分 当局表示在制定罚款金额时 考虑到网络服务中断的时长和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电信公司采取的客户服务缓和措施等